这人要是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呀 前几天车不是停在车位上被人家给蹭了吗 今天花了100块钱又热出来一个大事 看我们家的这个热水器跟下雨的似的 我估计是里面的水箱坏了 看这水流的可大可大了 当初也不懂随随便便买了一个杂牌的热水器 差不多用了三四年了嘛 坏了好几次了 外面的这一层新盖也是今年刚换呢 关键是它出热水量嘛还不均匀 一回特别特别的烫 一回又特别特别的凉 今年的时候人家来个检查 说是这两个水管子装错了 夏天人家来给修这个的时候 就是这个触瓶键它坏了嘛 然后又把这个两个水管给倒腾过来了 现在水箱又漏水了 你说气人吗 刚好今年我们小区有暖气了嘛 可以在家里面洗澡了 热水器又坏了 然后昨天我就从网上买了一个燃气热水器 想今天换上的 但是之前我们装修的时候没留那个排烟孔 今天我找人家来给我打的 结果他把墙里面的线都给打断了 就是这个排烟孔 因为热水器的话它得装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留了眼的 它只能装在厨房 然后你看这下面弄的可脏可脏了 我的亲娘呢 能看到外面的那个线吗 直接给打断了 幸亏我们家装了那个漏电保护器 他这边一打断直接就跳砸了 否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现在只有这个灯是亮的 然后这边所有的插座全部都是没电的 我真的是花了钱了 还遇上这样的倒霉事 帮我干活的这两口子吧 说实话人家看了也挺不容易的 给了他100块钱 我就让他走了 我也不断让他赔啊 看着外面 我又让人家把这个大孔打出来 到时候找电工把这个电接一下吧 看着地上弄的 打出来全部都是这种汇凝土 幸亏我们家住在一楼呀 如果我们家要是住在高层的话 我估计整个厨房的墙都得拆了 瓷砖都得重贴 这也是弄的一片狼藉 这也太脏了吧 赶紧呢干活干活 要不一回都得干在上面了 真的是福无双降 祸不单行 你看上下都得擦 小子弹你也不穿鞋 你看你脚丫子脏的 一点灰全部都让你占完了 你看看你这个脚丫子哟 小子弹你自己看一看 脏不脏 我没看见 你没看见 小老三 走帮我打扫卫生具 你看厨房乱死了 小子弹也得去 好不好 这都是刘儿妮 穿小的衣服都不要了 前面给他蒸了 你蒸好行不行 给你一个抹布 你擦下面 然后我擦那个上面 行吗 行 给把这个再洗洗 那个给我 好擦吧 好擦呀 一擦就掉了 哎呀擦干净 小家伙你别进来了啊 你就在外面就行了 把你的玩具都收到你的箱子里面去啊 妈妈你也小心一点擦 没事 这就是我们装修的时候 没考虑周到的原因 当初如果留好这个排盐孔 就不会有这个事了 幸亏这个好擦呀 一擦就干净了 给你手机干嘛呀 拍你呀 拍我呀 好脏好脏 给老三 再帮我洗洗 妈妈 我们怎么这么走呀 哎呀 生活又有这样的 谁家都是一地鸡毛 没有一发风水呢 快洗吧 看这个窗台上面 也是布满了一层 然后你看 这个杯子 哎呦 正面的墙面也都脏完了 那边上面全脏了 乌业的人来给我修店了 看看怎么修吧 总结上面都弄一股线 不能结吗 上边都弄一股线 上边都弄一股线 你让你 别人还贴着都看不见线 结不了是吧 哎呀 倒霉了 我真的是我一时好心 我让人家走了 我想自己能解决解决了吧 乌业的看了 说是不能弄 说是下面的线太短了 必须再长出来这么多才行 看看这个 就是从那里面掏出来的 刚刚好 从正中间把这个管子给弄断了 这个是杂粮分装筒 这么脏了也不要了 扔了 厨房这边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呢 地还没有拖呢 看看这边的地下 又被这个小家伙摆买了玩具啊 我都要崩溃了 儿子 快喝奶吧 快点 我糖果鸡 啊糖果鸡啊 嗯 喝奶奶宝贝 听话 有甜 厨房这边的台面 还有墙面 终于都收拾干净了 又该收拾 小苏丹这边的烂摊子了 赶快的 把你的玩具 全部拿到箱子里面 行 好棒哟 全是小车 你看 大车小车 快点收拾干净 这个头 那个头都坏了 大挖掘机 中挖掘机 小挖掘机 还有其他的车 你说这小男孩 他都怎么这么喜欢车的 都是小了 这是小挖掘机 这个是挖掘机 小朋友 这外面脏一点乱一点的 收拾收拾就干净了 像那墙里面的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明天还是找电工 让人家来给修吧 今天我请人家来 给我打排眼孔 是我买单 但是工作失误 是不是他应该也为我买单 把我的电线都给我打断了 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他捞两口 出力干活挺不容易的 我就让他走了 打扰人处且饶人吧 关于这个电线好不好修呀 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以给我留言一下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拜拜 我要给我们家小苏丹 去洗脚丫子去了